大家鼓掌烈对欢迎南韩总统大选起开得胜的在野党 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 截至台湾时间10号上午4点半 开出超过9成的选票 尹锡悦得票率48.6% 执政党对手李在明47.8% 相差不到1% 是南韩史上票差最小的一次总统大选 这也是保守派势力 在前总统普景慧因闺蜜案下台后 时隔5年重新夺回政权 大选投票率77.1% 选民有期待 尹锡悦今年61岁首尔大学法律系必 从地方检察厅检察长做到检察总长 是第一位没有国会议政经历的政治素人总统 10号上午已经与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 民众认为他能胜选 主要靠执政党自己太差 尹锡悦将在5月10号正式就任 未来在内政与外交上也将面临很大考验 大修女方编译